市长跟市长 市长跟市长 行政市长 尹市长 市长 我想我大概收到 这一张是跟罗书类委员 一样收到的检举函 所以要来请教一下 你们本来 这个桃园机场 这个第五号跑到 10月25号 封闭整修 原定到12月25号 那后来你们宣布提前完工 然后立即使用 五号跑到 请问五号跑到 整修是 什么时候灌浆的 这个我们是不是 民放局的 我们马上问 然后跟这个委员报告 刚才已经 中间差了20分钟 早该问重点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很专业的检举函 那个 他说得很清楚 刚才你们 没有问清楚 我就没有办法执行下去 因为 他说得很清楚 没有说我们还不知道 时间暂停 好不好 等一下 国外联络人 关于这个案子 那个市长 是哪个人可以直接问得到答案 赶快请 跑到的安全 关系到飞机的安全 飞机的安全 关系到乘客的安全 非常重要的 那个联络人动作要快 有委员问的问题 其他的也可能会再问 这个是机场工作人员写的检举函 你们要问多久还是有答案的 我们先请民航局的 这个范主长 还有多久到 我们的工程组组长 马上要多久 几分钟会到 工程组的组长几分钟会到 不能用电话问吗 我只要那个时间啊 哪一天啊 我在问几分钟会到 一直都没有人给我回答 再五分钟 叶委员要不要 有其他的要咨询吗 好 那我们时间继续 好 这个我等一下 关键在这里 来 次长 我把历史再重新回顾一下 今年的五月二号 我们第三次江城会的时候 毛治国部长表示 过去两岸航班 每周五十四班 现在每周一百三十五班 业者赚更多 就供需角度来讲 票价绝对有调降空间 还有 你们呢 先是说 告诉我们说 直航包机 票价会降 等到直航包机 有了直航包机以后 你就说 定期搬机 直航班机 班次太少 不服 这个成本不够 这个特别的 特案 要定期搬机的时候 票价才会降 现在定期搬机的 也没有降 再来 10月28号的报纸 陆委会研究资料 研究哦 研究哦 哈 来 当当当 直航 总计航空公司 及旅客节省的成本 每年约达新台币 30亿元以上 好 经济效益上 更可节省 转机的时间成本 及飞行票价成本 好啦 你就说 这是陆委会了啦 哈 陆委会 外行啦 我们再看 11月5号 11月5号 的这个工商时报 两岸客运包机 从目前36班 增为108班 乘3倍增长 这个你们说外行 这个最内行的 华航的董事长 魏信雄指出 因为节湾取值 可节省约 两成支出 华航与子公司 子公司华信 每月在两岸周末班机 有150万美元的获利 增搬后 获利应可达500万美元上下 长荣航空的董事长 林宝水 则表示 长荣的获利与华航相当 省下的费用 需要在票价上 做些反应 魏信雄表示 一定可以修正 现行的票价 林宝水 也表示 有反应的空间 再来 同样的 魏信雄说 航班变为三倍 可减少40%的飞行时间 依目前的油价飞行成本 占五成计算 约可减少20% 至少有20% 再来 11月4号 一样 二次江城会 这下是你们部长讲的 毛治国部长表示 未来厦门以北的航点 航路将会缩短 届时票价也应会调降 部长讲的 部长讲的也不算了 再来 这是 来 这是今天的了 来 今天是 不是 这是12月3号 毛治国部长说 两岸直航票价 却有调降空间 两岸平日包机 启用 北线新航路 航程缩短 约五成七 增加班次 燃油费大降 六成一 结果呢 这个 什么 还透露 中国安利 明年三月份 将分批搭 游轮直航 由上海直航到 吉隆港 台中港 这是 这是游轮的部分 好 再来 这里还有 航空业者分析 说什么 说什么 赵租金 飞机组员维修 保险 四大块 服务费 什么降落费 餐点费 都是固定的 不会因为直航而降低 但是至少 其他的油料燃料费 预估还是有 至少一成的降幅 请问这些都是呼隆的 是不是 我想讲的都是事实 事实上呢 我们这边统计 我想会后可以更详细的资料 给这个委员 根据这个我们这边的 跟这个旅行社的票价的 售价的这个比较 98年11月30号为止呢 那每个航线不一样 像这个松山到上海呢 30天最大跌幅 曾经到17.7 90天的最大跌幅 曾经到15.9 那么桃园到这个 桃园到深圳来讲 刚才我就坐在下面 很认真的这些你都讲过了 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 你讲这个等于没有讲 我们之所以要开放直航 就是要节省时间 让说因为这个来往很频繁 很多 所以要增加班次 降低成本 所以大家会越来越方便 你现在还叫人家订30天的 那要直航干嘛 不是不是 所谓30天票价的意思是 说你未来30天内都可以用 不是30天后才可以用 未来30天都可以用 什么意思 就是说30天内的 30天内有效吗 30天有效票 30天有效的票 30天有效票 那我如果今天买明天的 如果有票当然可以 这个不就是30天有效票吗 这个哪有 那你又胡隆我 我这个哪有降到三成 出发之后30天之内回程 就是来回票 你现在你出发了以后 30天内可以回程 或是90天内可以回程 这样子 哦是30内回程 你看你刚刚说的 跟我说的又不一样 我是说今天买下礼拜的 我明天要去 我今天买或者下礼拜要去 我这礼拜买 这种这种30天 还是我去了以后30天内回来 你是指哪一种 因为你去买的时候 通常你是买来回票嘛 所以你现在去程大概你是确定了 但是回程不一定确定 你可以open就是说 30天内要回来 或是90天内要回来 哦你是说30天内要回来的 才有降三成嘛 对不对 30天内要回来的话 跟航线不一样 有的航线呢 就是降的比较多 像桃园到武汉 可以降到30% 这个还是等于没有 这又回来 我说的等于没有嘛 我们就是要人家方便 我去了 我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 你就一定要人家30天内回来 才有降啊 不是 这是那个 所有的那个航 那个航空公司的票 尤其是国际的行业 对嘛 对嘛 没有错嘛 就是因为那个 对了 次长你说对了 你终于说对了 这种比较便宜 30天内回来比较便宜 并不是因为直行嘛 重点在这里嘛 你告诉我们直行的利益 在节省油价 节省成本 所以会反映到消费者 结果没有 刚刚说过啊 就是说他的票价跌幅 是最多可以到30% 是有跌啊 有的地方有跌 有的地方并不见得有跌 这个我同意 是的 这个如果 如果是反映在 油价成本 不应该只有这个有跌嘛 我想委员的意思是 希望跌更多嘛 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对不起 我不是只有希望跌多 我是认为 是合情合理合法 对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说叫航空公司要 要赔本 是 跌多给消费者嘛 没有嘛 这是合理的成本反应嘛 不是吗 也是当初你要我们甚至于牺牲飞航情报去换来的 我想那个刚刚也说过了 就是这个 这个合理的成本反应 那你好啦那我们现在就问你那到底什么时候降啊 因为这里面呢现在有一个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 就是说目前的航班是不足的 所以很多的航班是非常非常的拥挤的 那如果说 航班不足跟降价跟成本是两个 那我想跟委员报告呢 根据经济学的 到底你们什么时候才要让 如果在航班不足的情况下呢 你刻意的用行政手段压低票价 就一定会有市场的黄牛 那这个市场黄牛的现象呢 事实上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市场的持续 那你的意思是 你之前我刚刚念的 跟我们讲的都是呼隆我 没有我们刚刚说过是说有降价的空间 但是这个降价的空间 对啊那我就问你啊 那到底什么时候啊 如果真的要有效的话 这个空间已经超过半年了 但是当时当时我们觉得有降价的空间 但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呢 比我们当时预估的还要热络的情况下 就是航班不够嘛 选择选择又来了 所以当时这些都是北燦 没有事实上已经有降价了 刚刚有说过啊 就是说像松山到上海 已经有30天的跌幅已经到17% 90天的跌幅是到15.9% 我最后问那你准备什么时候 要让航空公司检讨 什么时候可以有空间在哪里 什么时候 事实上航空公司的那个票价 是随时在在在在检讨的 那随时在那个那个浮动 那事实上我们民航局呢 也有相当跟他们常常沟通 希望他们能够有效的来反映他的成本呢 然后能够如果成本降低 当然是希望他的票价比较低 这是这事实上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市长 你的答复呢 我跟我相信消费者都非常不满意 好我现在更重要的是安全 我把时间弄一点回来 你告诉我们哪一天灌江的 我们请那个范组长 工程组的范组长赶快说明一下 范组长赶快说明一下 在这上台上台 范组员我们动两三这个跑道的整修 那是在10月27号开始灌江 11月8号完成胶制 好再说一次 再说一次什么时候开始灌江 10月27 嘿然后呢 11月8号完成 完成胶制 然后养护天数是21天 到11月29号 那在11月30号 办理完工验收 然后开放 你可以影印那张给我 因为这个跟我的检举 还有一点出入 这是你们的 是我们跟我们执行单位 我们潮渊站去查查询的结果 查询结果是有公文 有有你们维修的这个记录吗 还是只有你用口头的说 我是口头先问 当然这个一定会有记录 好 这个有出入 这是一封检举函 这是机场工作人员的检举函 跟你们说法有出入 等一下哦 我先就照你们的 就照你们的来问就好 这个很重要 对不起 请主席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你刚刚说 10月27号灌江 11月8号就完工了 完成了 完成了 好完成了 你的养护日期 你自己算了21天 21天是到哪一天 叫做21天 29号 11月29号 11月29号 所以你30号就宣布完工 来 这个是 这个是我也去查过 因为我外行 专业的说他的这个混泥土呢 需要一定的养护才会到达他的那个抗压强度的硬度 28天的强度才会到3000PSI 对不对 那你们为什么只有21天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案子 因为在机场里面混泥土用的是高强度混泥土 所以在施工规范的要求 是21天就要达到700PSI这样的一个强度 那当然他在完工验射的时候 一定有经过检验 合格以后才能够通过 市长 市长 700PSI 就够了 真的是这样吗 恐怕不是吧 这是高强度混泥土的 的这个标准 我们 80万磅的飞机 我们去查了 是承受的重量 是要3000到1万PSI 应该不是PSI吧 这个关系到 非常的安全 包委员这可能是单位 来来你你这个很专业啦 我也许没有你专业啦 你说700就够了 你拿出你的你的这个 证据来 就是根据来啦 到底飞机需要多少印度的跑道才够 你为什么说700人家为什么说要3000到1万 我们很快会把这个资料 好 谢谢我们叶宜经委员 谢谢大家